好,那我开始今天上课 那今天终于我提早到 然后今天我们准时上课 那就可以准时下课 那今天是5月20号的 那等一下会有两组的同学报告 那一样可能就是我先上课一部分 然后再放两组同学报告 然后最后看是多少时间 我再接着上课 那今天是5月20号 所以待会就是可能我们预计就是 我先上课前一个小时 然后再来第二个小时 由两组同学报告 那两组同学报告完之后 我们会请助教来宣布一下 就是关于下一个礼拜前 要缴交的这个读解材料的规则 那大概就是会希望大家 在5月26号 那个礼拜五晚上 11点59分前 你们要缴交那个读解材料 那这个读解材料 我目前想法是应该就是 就是以一页A4为主就可以了 就是都是限说在一页A4以内 那至于格式排版 那个就是你们自己决定 那当然这学期有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你的图解材料 度假会把它整理起来 然后希望大家在6月2号前 互相评分 所以这个是为了确保大家在 6月3号、6月4号 那个情况报告的时候 你可以听 比较听得懂上面的speaker在讲什么 然后确保这个speaker的报告的品质 跟这个你问问题的水准之类的 那原本我们在昨天的群组里面有询问到就是 因为我们这次期末会有12组同学报告 那12组同学报告如果一组至少30分钟的话 会需要6个小时 那所以上个礼拜的课程 我再问大家说是不是要有没有人想要调整到6月3号 那目前已经有四组是确定的 那可能极限极限就是说如果还有其他两组 你想要移到6月3号的话 你也可以先表示你的意愿 那原本我上礼拜有跟大家提到说 我本来想要邀请地位卫星的专家 来跟大家一个演讲 但是因为我现在时间还没办法很确定 所以还是以休克的同学为主 就是如果你只要有很preverse想要 或者说你觉得你现在想要移到6月3号 你就可以先在我们的line群上面表达一下意见 那原则上现在就是有四组是确定的 那至于第五第六组会不会在6月3号 我跟陆教今天下课后会再评估一下 那你如果确定你是ok 就是6月3号也可以报的 那可以先在群组上面回应一下讯息 那如果问不可以真的没办法 就是你还是6月4号 如果我可以的话 就是也就是说我如果没有邀请到外面演讲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6月3号都留给同学做情报报告也ok 那如果时间比较宽余的话 我们可能一组的时间也可以抓到 可能大概是35分钟或是40分钟 那时候我们看组处以及失诚的 我跟陆教在裁定一下 那有个要注意的就是说 图解灾药就是大家要分数了 那下礼拜五前要上传 那下礼拜天陆教会释出release 给所有的休克决证 然后方便所有休克决证做这个打分数 那6月2号前你要上传 你的分数 因为你如果没上传你打分数 6月2号后也是每个小时空一分 那这个是为了要确保 大家都一定要先看破 然后打分数上面有一些policy 就是我记得一看学习出的时候有讲说 这个一个人称 你只能给出一个满分的五分 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其他细节可能 塑料代表会再规划一下 然后可能等两树同学报告完之后 会再跟大家讲 那凸显摘要就是一张A4 然后没有限定的格式 你就是看你这么呈现 你就会让同学最愿意给你分数 这个思考就做不就好 也就是说你今天怎么样有一个摘要 让同学看到说我看到这个摘要就很清楚 那我愿意给你比较高的分数 就是这样子 那 然后也鼓励大家可以在6月3号 和6月10号多问问题 因为你如果在自己的成绩不够的话 你可以多问一些问题 然后原则上我就是你假如有问 我尽量会给分数位 就是说你的问题就是 真的是一句话问问问题 然后一句话回应 然后就没了 那如果这样的样本数太多 我才会考虑会打成了 基本上 基本上你就是像一般平常上课的时候 待会去问问题 然后记录下来 然后像最近越来越多同学 写的越来越多 那我礼拜五晚上12点后 应该说礼拜六凌晨0点开始之后 我就会看得非常久 那你写的越多就是 或许有时候你也是从外面找资料贴进来的 那目前我大概也会去看说 你是直接无脑接的 还是你自己消化过后写下来的 那基本上就是大概 大概如果说你是有自己真的 像之前有的同学 就听到speaker讲一些关键词 然后他就有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 然后有提出一些见解 那这样子的通常这样子的 回报的这个心得当分数都蛮高的 那大概是这样子 那待会如果那个助教 大概两组同学报告完之后 再麻烦你线上跟大家 讲一下这个规则 以及缴交的这些规范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课程 那 那 因为我的订阅数实在是成长不太起来 现在好像还没破200人 那大概就是红不太起来 就请大家就是帮我宣传一下 那 那就是说我们Nepture 3要讲 Dopro 2跟它的处理 那Dopro 2处理其实在近年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开始讲一些 那这边也附带一提 就是说Dopro 2这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在近年 包括像地轨位置应该也是蛮多 蛮多这方面的意义 那原因是因为可能在以前的 比如说4G 从3G 4G 5G 甚至我们常常都是假定说 5G可能比较好没有了 因为5G有像什么URL 那些车略网的考量 那至少在4G以前 我们通常都会假定说 在给定一段炫耗的direction内 我们会基本上是假设说 它的通道是没有识变的 我们很常做这样的假设 那如果说你更知道一些细节的话 包括像是像 比如说4G 5G 他们常常都是用OVDN在做的挑变 那通常我们都会假定说 在一次OVDN的 direction symbol内 它的通道是非识变的 那如此基于这样的假设 我们可以去把一些 基于OVDN系统上面的一些 通道的 通道的这些 轻易发现的数据 然后做一些简化之后 你会发现说会得到一些很漂亮的结构 那这个东西是在以往我们 我们在做通讯的时候 其实OVDN的基本上 我们都可以假设是 这种Quasi-static 但是其实像到现在比如说 像是卫星通讯之类的 因为卫星通讯你真的是躲不掉 因为它地球也在转 然后卫星也在地球旁边跟着转 那转来转去就是有一个相似的运动 那这些相似的运动 就会造成所谓的Dobler Shift 那所以Dobler Shift 已经变成就是说 你的船跟手两个都在动 所以这个相似的运动是大的 然后而且在考虑说 你的这个载波频率越高 那我们至少 待会大家也会看到 不过至少大家会知道说 载波频率越高 你的Dobler Shift 这个值会越大 那这个值会越大 也就是其实对应到我们整本课 在讲的这个讯号主理的数学 就是你的那个Face片一样 会变动的很快 那这个时候就是变成说 大家记得在上一个lecture 我们又讲到说 如果你要做Match Builder 但是你却没有先对Dobler Shift 的做补偿 那你是不是会变成 其实你在做Mismatch Builder 那像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最近这几年 其实越来越多人去产场 那包括就是说 像是不管是Dobler Shift 这边 就是在Dobler Shift 这个issue上面 就变成是一个很需要 一定要是直接面对的问题 不能像以前一样 就假设说 我可以假设它500 或者是假设 假设它 我们暂时先不需要考虑 好 那这个就是Dobler Shift 在最近重要的地方 但是其实Dobler Shift 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什么新东西 它只是 它这种相对运动 所造成的频率偏差 其实大家可能在国中的理化 或高中的物理都已经有 这个本来就是 都已经知道 规动的事情 那只是我们现在 在我们这个课里面 我们就是会 从雷达的角度去看 就是说你雷达 你现在面对一个 moving target 这个物理在动 那架式你的雷达没在动 然后又或者说更复杂 就是说你如果是装载在 像之前同学有报告说 装载在战斗机上面的雷达 你战斗机也是飞很快 那你如果也想要看 地面上在移动的车子 或者是船之类的 那它的相对运动是大的 那其实在尤其像这种 船跟舟 都在船跟 或者说从雷达角度 看就是你的雷达 跟你要侦测的目标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相对移动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Dobler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以及我们要怎么去切入 然后一起我们可以在这个Dobler 相关的现象上面 也就是其实一个具体来讲 就是Dobler屏幕上面 我们可以去看出 大概有什么样的特性 会落在屏幕的哪一段的局间 那这都是我们去观察的物理现象 那当然这边附在一起 就是说其实 我觉得做演算法来讲 就是说这么开 是叫Obelitan Design for Face Rain Radar 那其实我就做 如果大家以后 是从事做演算法风策师的话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是 你需要去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跟可能 比如说自贡系 或者说其他的 可能资料处理 有一些系组 或者是领域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就是说 我们今天 我们所设计的演算法 你今天是一个演算法工程师 你就应该要对这个 你现在所要设计的这个演算法 它其实它面对的是 什么样的物理现象 你可以把物理意义 用你的数学去表述清楚去封个人 我认为这个应该就是一个 如果未来大家要做演算法工程师的话 一个主要的价值 然后也不只是在雷达上 当然像是通讯系统或各个地方都是 至少从这种通讯工程的角度来看 就是你需要把这个通讯场景 你所遭遇到的 你为什么这样子传 那你为什么这样收 那你传跟收之间 你经历过了什么样的channel propagation 那channel propagation里面 它有各种的现象 像大家可能听过的就是 比如像是penn rows 然后money path 然后或者是shadowing之类这些现象 那你这些现象 你有办法用一个基础的数学 去把它model出来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大家在构思的过程中 一个很重要 所以其实可能整个学习的课 大家听下也其实蛮多时间 都是在表述说 你要怎么样去构思这个物理现象 把它对应到数学的表示 然后反而真的是 其实整个学习的课 或整个学年度的课 其实也没有在教我 怎么读复杂的数学 一定要怎么算 一定要怎么算 而是说你要怎么 把你看到的实际的物理现象 把它用这个数学去formulate出来 那这是题外话 那上礼拜要讲过了 我们这个lecture 会主要分成三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会先 从这个superl的这个现象来讲起 那第二个部分 我会稍微带一下 就是说现在这个在科本上面 有一些比较经典的 doverprocessing的方法 那它大概可以分成两类 它大概可以分成两类 那第三个部分是 我上礼拜头 一遍还没有准备完成 就是这个microdover 因为这个微突破论的效应 它其实在近年来 蛮比较被关注的 那原因是因为 大概有两个神变吧 我觉得就是像是可能 大家知道的无人机跟鸟 你无人机那么小 鸟也那么小 那你要怎么辨别出无人机跟鸟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在姿态辨识上面 有些是在比如说照顾 或者是人的手势 或者是姿态相关的辨识上面 其实在最近也是有蛮多 蛮多的其他的公司 包括业界也都有在这方面的领域有所着目 那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microdover Effect的相关的 大概在近三年四年 其实有蛮多的paper都冒出来 那为什么也有蛮多的paper都冒出来 因为很长时候这个microdover 会结合到 就是近年来 可能蛮多人在探讨 这个相关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Different Learning 相关的应用 或者甚至把你观察到的 你收到的讯号 去丢进去像是什么CNN 或者CNN去做chaining 那这个你在这个相关的 最近H4E相关的paper上面 其实会找到非常的多 那只是说毕竟我自己这边 我不是Machine Learning 或AI的专家 那这边我也只能先提到 有这回事有这个皮毛 那但是在我们课上 还是以那个 讯号处理的角度上面去看 因为其实就算你有兴趣把它弄到 像是AI上面之类的 其实你AI里面 它在怎么chain 你终究还是要知道说 它背后原理 其实还是从这个 比如说就是从食品分析的 这个才是它基本的物理线量 你把这个讯号的time跟frequency 你有办法去做一个物理力的解读 这个其实你也是要先懂个什么解读 你再进去chain 你不可能说chain完之后 我又看到结果那样就是那样 那这个当然也是大家 大家要注意的 因为像我自己的经验是有时候 我会遇到一些可能面试的新人之类的 就是有时候会说 他就把一个signal 尤其是可能电信所相关的角色 就是说他要把一个signal丢进去chain 那chain完之后 chain完之后的结果 我就居然接受就是那样了 那其实就反过一下说 那你丢进去chain 那你知道它这个讯号 为什么要这样chain 比如说它在时率上或频率上面 它的这个基础物理是什么 有时候可能大家在做研究过程中就往后会疏忽到 其实你还是要回去把这个 讯号的这个本质 尤其是它时频的表现的物理意义 你要有办法去把它论述出来 虽然说你不一定是做时频 讯号图理相关的研究 但是你至少要回到 其实回到前面前头 你还是因为你拿到的东西还是一笔讯号 那你资料怎么来的 你资料还是从讯号来的 所以基本上对于讯号有一些基本的理解 还是蛮必要的事情 那所以这份更新的投影片 就是这份更新的投影片是我5月14号更新的 那相比上礼拜六个投影片就是 我们把这个第三个部分会做一些介绍 这个麦克风做过的影片在这边 好那这边上个礼拜讲过了 就是大家快速带过就好 我们先要处理 我们在这堂课要介绍就是 除了我们在receiver端 我们会要做Domper Processing 那大概分成两类 一类就是moving target indication的 切入方向 然后另外一类它就是 它这个名称比较长 就叫做PauseDomper Processing 那大家看到这边应该知道Pause是这么来的 因为我们在整个正学年的雷达课程上 我们都是考虑的是这种Pause 打Pause 然后Transmitter打Pause 然后receiver收一段 然后再换Transmitter打 然后receiver开起来收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正学年度 都是以这个PauseDomper的雷达为基础去做介绍 那当然大家一定会好奇说 Continuous Web是什么 Continuous Web就是我同时都一直在打训练 同时一直在收 那这件事情我就想说交给待会儿的讲证 因为待会儿有一个讲者要报 Continuous Web的相关的内容 所以这就是我在课堂上审论这一段的原因 就交给下一位讲者 那右边这边呢 一样就是在雷达系统面 跟通讯系统面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雷达它毕竟是一个无限的感测系统 那所以其实在通讯 通讯有跟雷达一个差别 就在于就是说 我今天在雷达 我不是在乎说我传送端传什么 我接收端要可靠的去把它减调回来 不是 我是透过传送椅子的讯号 我想要透过这个椅子讯号 撞到目标物后 反弹回来的这个讯号 去让我可以去知道说 这个target的相关的information 那当然在这个Lecture里面 我们想要知道的一个information 就是这个target 它是一个moving target 那它的移动速度是多少 这个是这个学Domper Process 想要知道的事情 那既然你会有讯号 从目标物反射回来 那它是跟你的这个雷达 它是雷达的这个devine 是有一个相对运动 所以你会有Domper Shift 那一样 MicroDomper Effect 也是因为target 跟这个雷达有一个相对运动 只是说它想要看的是比较围观的 它想要看的是这个目标物上 因为目标物它不会是一个单纯的point target 它上面通常会有形状 像上礼拜的同学就报告说 像是鸟它的事吧 那它把拍动它相对于雷达 它也是一个 会产生一个相对的这个 reversive modulation出来 那所以 MicroDomper Effect 就是说我希望去看说 这个target上面 它可能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个point target 那我还是可以去掌握说 它这个上面有什么样的特征 那当然这些特征 那小特征 为什么我们要去掌握 一定有它的好处吧 它的好处 其实不外物就是说 帮助我去做一些辨识 因为我可以预期就是说 像是坦克 像是轿车 坦克的话它会有一支 它的引擎振动会一直很大 那轿车的话它可能比较不会振动 那或许 如果我今天是一台空中战斗机 我这样子向地面去上面去看 地面上去看 我如果可以看到说一个 如果我可以透过这个车 车体的object 它的震荡 比如说它引擎的震荡 那我或许就可以判断出说 它这个是坦克 那这个是一般平民的轿车 那坦克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说 是比较有威胁性的 就是要去做对应的策略 那当然就是说 除了目标物以外 你要记得就是说 有个东西叫clutter clutter就是俗称 就是我们 凡是我们不想要侦测到 都叫做甚至阿波 那clutter的话 它也会有一些特征 那当然在我们这堂课讲 clutter 几乎都是这个所谓的自然现象 不是人造的目标物 那这clutter的特性 也可以在这个 clutter相关的这个 这个duper2的屏幕上面 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引 看识到说 要怎么样去辨识 何谓是我们要的moving target 何谓是我们不想要的这个clutter 好那这边就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整门课在讲这netaCube 我们Lecture2在讲面取课 是对应到跟Time domain 那我们现在Domper Processing 就是对应到Slow Time domain 那我们有时候 会用Slow Time domain 代表它在这个 训号在这个比较慢速的取样上 的这些取样点 那这个至于为什么Slow 希望大家还是要记得 就是说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这个维度上 它的取样间隔就是VI 它并不是像这个 FaceTime domain上面 它的取样间隔是 跟你的ADC一样的Slow Time 其实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 那这边几个词都会交替的使用 Slow Time domain 然后或者是Velastic domain Velastic其实不外乎就是Slow Time domain 其实Domper domain Domper domain 就是做Pre-Transform Velastic跟Domper 它们是可以 互为转换互算的 所以这边会有几个词 那大家记得就是说 这页头里面 就是在讲它的主点在这边 那可能我们这些期 有可能就只能 讲到这边跟这里 那其他像是这个 赛指非修总备上面 做冰封印的这些事情 我相信可能在 大家有些同学 在一般的课里都有修到 那我本来是希望可以讲到 可能明天到有机会讲到 那就是下 或者是下礼拜看 我会有办法讲一些 这个比较 比较初阶的一些概念 那这个可能 就是也跟大家不好意思 就是正觉节课 就是因为毕竟第一次开 实际上是没有抓得很好 好那就是 市场我们希望可以把 Domper Processing Zlow Time domain的处理 跟大家介绍 好那我们就开始讲这个 基本的内容 那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先从 Domper Eiffel的这个 基本的概念 先跟大家复习一下 那我们可以 为了讲这基本概念 相信大家在这个 我高中都应该有看过 那这边我们就是从 雷达的角度去做 去做切入 所以四翼图大概都会 从雷达的概念去讲 那当然像一样的物理概念 你要用到低轨微信通讯 你用到什么火车 火车之类的相对移动 那都OK 那都是OK的 那所以我们就从雷达去做切入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张图 就是左边它是一个固定 不动的雷达 那大家记得我们考虑的是 这个monostatic雷达 就是也就是说 我们的transmitter 跟receiver 它是在同一个device上面 那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一个雷达系统 那假定我们现在的雷达系统 是固定的 那什么时候雷达是固定的 通常在地面上的监控雷达 它会是固定的 因为你可能就是 我今天就架设在某一个 比如说海岸边之类的 我就是固定架在那边 那当然你如果是在 战斗机上的雷达 或者是在卫星上的雷达 那这个可能就是 它也是一个moving的雷达 这个就是 也是会带来一些相对运动 那所以我们现在这张图 为了简单起见 就是假定雷达 它是固定不动的 好那 雷达固定不动了 那我的传送 传送帮假定我开始在打声号 那为了表示简单起见 我现在假定 我就是每个te的时间 我会打出一个脉重 我会打出一个脉重 所以这边我就直接先用这个时间来表示 那每个te它会打出一个脉重 好那你在打讯号的同时 你的右边这边是一个moving target 它正朝着 假定它现在正朝着你在移动 它以速度 在t等于雷的时候 它也在动 那大家记得就是说 等一下我们考虑的 全面打过去 然后动到弹回来 所以是来回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边都会有一个处理的二 因为你能够考虑来回 好所以就是说 第一个时间点到 就是说你简单打出来的时候 你既然第一步 它就只有会有这一段 绿色的这一段过来 那它就是这个 它的速度是V 那它的这段的简单 因为考虑那个来回 所以它这一段 你过来的这一段 它其实是二分之低 所以你就知道说 它时间点在这里 然后换到第二个 第二个post打的时候 它会再继续的移动 好所以你在这边 会看到说 对于第一个 第一个时间点 你的这个距离 要怎么得到 你这段距离 你会知道说 它会经过t的时间 但是因为它考虑来回 所以这边 这段蓝色的距离 就是说 当这个移动目标 移动到 这t1的时间点的时候 它的距离 自体雷达的距离 它就是D的二分之锡 那锡的假设 就是光速 然后它假定就是 电磁波 在空气中 传递的这个速率 那接下来呢 它就会继续 这个moving time 它可以再移动 然后第二个post 就打出来了 所以当它移动到射语的时候 这一段 紫色的距离 就是刚好是 二分之t加 二分之t' 那d'p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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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现在是 第二个红色这一段的距离 用到这个实线的这边 它的这个d'prong 它是二分之锡d'prong 那这边其实就是 你会看到说 因为它在动 所以 我们刚刚从这边 右边看到 左边看到右边 那现在看到这个receiver 它是怎么收的 它receiver就是会在 这个dt的时间点收到 然后t'prong的时间点 它会收到 它会越来越紧 原因是因为这个moving target 一直在 一直在朝着你靠近 所以你收到这个回锅的时间 收到回锅的时间点 就越来越密 那就是会有 左下角这个的表示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我们根据这张示意图 我们就开始可以 把数学试写下 因为我们刚刚知道说 你每次传递的间隔 是传送都传出去 你是每个大T的时间 传出去 那因为moving target 有一个以V为速度的 这个 朝你靠近的速度 所以你有了V 有了这跟T 你就可以算出说 它在每一个时刻的时候 这个moving target 距离你这个雷达 它又变得多近 所以在第一个T1的时间点 它这个距离是在 是很低 那在T2的这个时间点 它的这个跟你雷达距离 就变近了 就变成是这个D drop 那所以有这样的概念 你也可以知道说 它在每个时间点 它这一段绿色的 跟这一段紫色的 它分别这一段距离是多长 所以大家 你会看到说 蓝色的这段距离 它就是刚好是 红色的这段距离 加上紫色的这段距离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这个基本概念 那这个基本概念就是说 为了帮助我们把下面这个式子写出来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D prong 就是当你moving target 移动到小显一度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它的这个距离是D prong 那D prong 我们知道是怎么来的 从刚刚的这个图 你给我很清楚看到说 它这个D prong的距离 刚好就是蓝色的 蓝色这段距离 剪掉紫色的这段距离 都会变成是红色这段距离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出这个 所以就换这条式子 好 那有了equation换这条式子 你就可以把它进一步展开 那进一步展开 我们就先看中间这部分 你其实就可以写的是这个式子 那有了这个式子之后 你看到这个D prong D prong的导数 时间的导数 它意味着就是式子频率 那一样 T分之一 这个时间的导数 它意味着就是指的是频率 所以呢 你会看到说 根据第一式把它展开之后 变成第二式 你会看到说 你所在接收端 接收端所抽到的这个频率是f prong 那我传送出去呢 我每隔D的时间 传送一个pause出去 那它所传递的这个频率呢 就是f 所以你会看到说 f跟f prong之间有一个关系 就是这个分母是c-b 分子是c加b 那其中c是指的是光速 3010的80mm per second 那b呢 就是你 现在 你这个moving target 对于你雷达移动靠近 现在是在靠近的这个进降速度之比 那单位是m per second 那所以呢 你会看到说 如果你的固定度的雷达跟moving target 它中间 虽然雷达是固定的 但是你的target是在动 所以你会有一个相对运动 那有相对运动 就会有这个所谓的don't burn effect发生 那这don't burn effect呢 会影响到就是说 你传出去的频率是f的话 但是你接收到的这个频率 其实是f prong 所以你并没办法是 given同样的频率去传跟收 因为它在frequent上面 你可以想象成 它经过这样子的相对运动 也就是这样子的timering channel 的时候呢 你其实等效率在你的需要上 做了一个frequency modulation 你的接收段的频率 就变成f prong 所以从第一次呢 第一次是从这个示意图所来的 那有了这个示意图 你可以写出这个d 以坤全换 那以坤全换进一步展开 就变以坤全换 那以坤全换告诉你的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说 船跟收 它有这样子的关系 就是从收是f prong 然后船是f的频率去传的话 有一个c加b除c-b的这一项 就foam出来了 就是这个第二次 好 那姑且讲听刚 大家应该也是 本来就应该蛮熟悉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dopper brainwenship dopper brainwenship 好 那刚刚 从刚刚示意图里面 其实我们刚刚在口头上面也有讲过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相对运动 那所以这个dopper brainwenship怎么来呢 它就是从这个 以我们现在雷达的术语来讲 它就是说 我们今天假计的程序是一个 有一个某种static雷达 它是固定摆放在一个位置 但是呢 有一个target它正在移动 那所以它们之间呢 会有所谓的这个meriting function 就是相对运动存在 所以呢 会使得说你在接收的频率 f prompt 那这边我加上一个下标锡 指的是说 carry frequency的这个 在接收端的时候 carry frequency 会变成是多少 那原因是因为在这种 无线传输里面 我们通常会把这个频率载到一个载波上面 所以 刚刚我在这边上一页 只是为了要简单的表示说 你每隔多少时间 其实时间的导数就是一个频率 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做这个无线讯号的传输的时候 你其实会通常会有一个 把你的讯号从基品 承载到载波频率上面的这件事情 那所以呢 这边我就特意加上了一个下标锡 来表示 你是以什么样的载波频率 传动出去 以及你收回来的时候 它会以为它是在哪一个载波频率上面 那收回来的就是用fc prompt来表示 然后传出去的人 原本理想上的是fc 所以 传出去跟收回来的它有一个关系 那再关系 刚刚在上一页头一边这边有讲过了 这个c加b数c-b 所以c加bc-b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是1加c分之b以及分母项是1-c分之b的这一项 就有这个以规则3a 那以规则3a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做一个展开 我们把1加c分之b把它提出来 你就可以把这一项 你就可以把这一项 方向这一项 把1加c分之b提出来 你就把它的分子像提出来 你就可以变成是 好像是 这个3b的这个表示 你把这一项提出来 这边中括号里面就变成是1加c分之b 然后再加c分之b平方一次类推 那这样子呢 你再进一步去展开 你就可以写成这个3c的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 其实大家可能越看越熟悉 就变成1加2 乘上1接的c分之b 再加上2 c加b的c分之b的平方 一次类推 那有到走到3c这个式子呢 基本上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assumption assumption就是说 你的moving target所移动的速度 一般人也是软小的光速的 那这个也是蛮make sense的一个式子 因为基本上我们今天也不是在发什么火箭之类的 就是今天在地球表面上的一个 人造的moving target 它再怎么移动再快 也是软小的这个光速是3c 就是3c的8c 那当然它精确是在299多之类的 那3c的8c这边也是跟 附习家上一格学习所讲的 就是一般光速在真空中传递是大概2 因为它它其实是3c的 我们在这边是3c的8c 那这东西其实不是那个精确的值 因为精确的值 应该是有个多多多词 但是我也忘记 那3c的8c就是 在如果是考虑电磁波在空气中 不是真空 而是空气中传递的话 3c的8c是一个足够好的进词 那这个在课本里面都要写到这样子的证明 好那所以假定我们 Lorentire所移动速度是元小于共速 那你就可以把3c的这个试字 把它进一步就是简化成这个3d的试字 那其中3d的试字就是你把fc 都能把它放进来 然后把它放进来 也就是说这个assumption 这个v元小于c的assumption 然后你掉这个二阶以后的这些素质 那这个上面是合理的 好那fc加这个东西 就变成把fc带进来 就第一项加第二项 那这一项第二项 我们就再进一步去把它看 你现在有载波的频率fc 那你今天有这个光速 光速是能用小一点c还表示 然后fc的这个下表系 是指carry的意思 这不是指光速 好那你有了载波的频率跟光速 那我们都应该很熟悉 你的光速就是刚好 自己的载波频率乘上波长 那这个试字应该大概是倒背如流 所以你就会把这个3d的这个试字 把它的第二项变成这个红色 等号第二个等号后面的这个 红色的一项2v出浪卡 那所以从这边你看到什么 你收到的讯号 它的载波频率是fcprop 那fcprop会等于是fc加上浪卡分支2v 那这个时候浪卡分支2v指的就是 你因为这个相对运动所造成的 这个doppler brain vision 就是这个我们用大写f下标 大写d来表示 那就有了3d这个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说 当你雷达跟moving power 之间有相对运动的时候 你雷达载波频率fc去做讯号的传送 那因为有doppler frequency shift的存在 所以你会在receiver端 它会以为它是在divore producefc prompt 那其实fc prompt不等于fc 以这个case为例 它的差别就差别在因为它有相对运动 所造成的doppler frequency shift 这个fd这一项存在 那其中呢这个fd它现在目前 我如果用大写下标d来表示的话 当然是指的单位是hz hz其实就是在这个秒分之一 就是实践的脑数嘛 好那所以这边doppler frequency shift 我这边特别先讲个大决名 那可能我在口语中为了讲的比较方便 我们都只会讲doppler frequency 那它指的是单位是hz的这个fd这一项 大写fd这一项 那这边特意是用大写的原因是 大家待会在我的头片里面 你会看到小写 通常小写的fd词 就是说它有normalize to something 那这个等一下大家会看到 但是至少从最原始的物理意义来讲的话 你考虑这个doppler frequency shift 它是这个以hz为单位 那我基本上会用这个大写fd来做表示 好那所以呢 我们lanta lanta则是weblet 就是波场 v则是这个倾向速度 rannualize to something 那我们说 我们严谨一点讲一个全名 doppler frequency shift 它就可以被定义为fd 分之2b 那这个红色词子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我之前都在讲说ambrosity跟doppler 我们常常会互用互讲 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词子 因为你有给低fd 因为你会知道说你系统现在是用什么样的载波频率 你有你的载波频率之后 因为光速是固定的 你就会知道说 那它对你的波场是多少 所以在这个词子里面 波场它是固定的 所以其实就变成说你给低fd 你就知道v 你给低fd 所以这就变成说是一个one to one的mating 所以你要怎么讲 所以你要怎么讲 你要说它是velocity 或者是doppler frequency shift 都ok 就是看你要怎么讲 因为你给低fd就有fd 给低fd就有fd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通常你都知道说 你现在在什么样的系统做操作 什么样系统做操作 它有多少的载波频率 对应到什么样的频段 这里都知道 然后方速你也知道 所以浪卡你自然就是一个知道的固定的值 那所以就是 这个词子 请大家在看待会儿的投影片的时候 心里就是记得有这个词子 有fd就知道v 有v就知道fd 所以我们会在口语上的时候 讲说 在velocity准备上面处理 或者说在doppler准备上面处理 其实这都是一个one to one mating 你可以转换出来的事情 那这边一样有比较急性的就是说 尤其在雷达里面 就是说你今天 我们会定义说 你一个moving tower 朝着你的雷达移动的时候 approaching的时候 它的这个v 它的这个幅度是正的 是正的速度 那如果一个移动目标 目标物远离雷达的话 那它的这个v它会是负的 它会是负的 因为这边讲的velocity 是有这个方向性的 那这边也有一个英文小教师 就是说velocity 一般我们会讲说它有正部 那如果我们一般用speed 这个字的话 你也可以说speed 它的单位是meter per second number它怎么不一样 但是一般我们在讲speed的时候 它就没有在讲它是正的 不用再特别认分它是正的 还是负的 那比如说你今天 你的速度是正部100 meter per second 那你的speed 你通常都会讲说 我的速度最快 比如说max mass speed 它就是100 meter per second 那它speed这个词呢 它并没有所谓的方向性的音位 就是你最快100 然后你往哪个方向我不知道 那velocity呢 会特别要强调说 是有正来负责 那所以如果说 这个东西就是说 如果你去看这些雷达规格的话 它可能会 规格上就是说 一般给平民老百姓看的这个规格 它可能就会直接写说 我这个雷达最大的增测速度 比如它speed 我可以增测到100 meter per second的目标 那它并没有使得是 远离雷达还是靠近雷达 但是我们自己在做signal process的时候 你要搞清楚 你现在你的process 就是正的还是负责 因为远离跟靠近 这个其实 你如果有办法严谨一点 就辨识说 比如说 你现在要看什么危险性 说真的远离你的 没有什么危险性 除非它屁股会放给 飞态管 不然它通常都是朝着你飞 你会觉得比较危险性 那如果非常大的假设的话 其实你在炫耀处理上 或者是你想要做目标面上 你可能会比较大的霍然率 想要对于速度为正 也就是moving time 超正你飞的这样子的目标 你可能会试着要去判断说 它到底是不是对你有危险性 那这个就是在处理上 或者是我们现在 在数学的表示上 比较严谨一点 我们要用velocity 这个字眼 然后因为它会跟正负的关系 那但是如果大家在看规格上面 然后或者是说你在听军事频道的话 之类的 可能你 其实他们一般外表表 就是讲speed就够 就是说雷达可以支援到 侦测到speed多快的目标5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刚刚讲Dolper Frequent Shift的这个 从物理意义上来讲 我们第一页第二页就是从这个 最基本的物理意义推出来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 应该都是高中的内容 就是这边也是跟 甚至跟大家顾及一下 只是我们的产品现在是雷达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从Dolper Frequent Shift 再继续讲下去 那我们雷达会把所有的电磁波 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电磁波照照这个目标 它会反射回来 反射回来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反射 那一般这个英文用词一般像 大家可能在我会听到说这个 Echo Pulse Echo Pulse Echo Pulse 或者说有时候你在课本上面看到的是什么 Return Pulse 指的就是说你的Pulse Pulse打回来 那现在我们在雷达里面呢 一般我们都会考虑说就是我们是 雷达跟目标物之间 它是Line of Sight 它是这个Line of Sight 也就是说你的雷达到目标物 你的电磁波传递 从雷达传出去到重量的目标物 它中间是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 它就是直接就是指示波 它指的是指示波 但是你的moving target所移动的这个速度的方向 它不一定就是刚好就是在你的指示波上的远离 或者是靠近 所以这边就是要做一个进步的区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要看出你的一个角度 它会跟你的雷达的指示波以及 target object 你的目标物它的移动的这个 velocity 的这个 vector 它会有一个夹角 那你可以看到先看到 我们先看到下面这张图 假计你的雷达在这边 这边的surface的雷达指的是说 你的雷达摆在地球表面上 这个surface的意思是这样子 只是说你今天 假设你今天有个雷达摆在地面上 你要去看战斗机的话 那当然我这边的组 我是用米塘机 因为我找不到战斗机的 不过一定是我没有用力找 因为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得到 那就是说有这个目标物 那你看就是说你的在空中移动的这个飞机 它移动的方向是这个向右边移动 所以它移动的这个 velocity vector 就是速度是有方向性 这个 velocity 是有方向性 我这边可能今天还是用英文去讲 velocity 因为你区分说跟speed 刚刚讲那个speed的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这个 velocity 它是一个有方向性的 那如果以这样图为例 它的这个飞机是向右边的这个 它的这个 velocity 我们在这边先不用V来表示 我们先用U来表示 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等一下要 我们一般而言的 radio velocity 都会用V来表示 但是那个V其实是你的目标物 跟雷达之间的那个 那个进向速度 radio velocity 那这边我们刻意用U来表示 是因为我们要强调说 当你的雷达摆在正下方的时候 那你的飞机现在朝右边飞 那右边它的这个 velocity vector 它是用U来表示 区分跟V的不同 那你可以来看 在这个图里面 如果你今天我们从左边 这个这样图看不过来 你可以看到说它是以V的方向飞 但是你雷达照到这个目标物 它是在这个方向 它的line of sine 它的指示波的方向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这个移动的目标物呢 相对你雷达的这个指示波的这个方向 其实是这里 所以我这边有个箭头 然后这边写line of sine 指的就是说 你雷达会看到这个目标物的指示波的这个方向 是在这个vector在这里 但是你的目标物却是朝着U的这个 velocity vector这边 以这个vector是U来做飞行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产生出了一个夹角 那这个夹角 我记得他好像念Side的样子 就是这个应该是Side 那这个夹角的这个Side 它就是介于这个LOS 这个line of sine的这个方向 跟U的这个方向之间 那以左边这样图为例 它这个Side是小一个二分之拍的 所以就变成说 虽然你的目标是 它的这个移动的这个vector是U 但是呢 在你雷达看来 其实你雷达看来 其实你雷达看来 你是需要考虑到说 其实你雷达是这样子照过去的 也只是不会这样照过去的 那目标 只是说这个目标物是朝右边飞的 所以其实你就变成说 需要考虑到这个夹角 那所以对于雷达来讲呢 它这个相对运动的这个dopper frequency 它其实是 它原本我们都知道说 刚刚我们不是跟大家说 FD等2V2RM 所以就变成说 你经常考虑对于雷达的进行速度 这个V的话 你其实是需要把这个U 在乘上cosi 乘上cosi 就是因为这样来 因为V考虑的是对于雷达的这个进行速度 所以呢 你今天你的这个moving target 它是朝U的方向 也就是说 朝右边的方向 U的 velocity去飞行 就必须要考虑到说 到它就是雷达照到这个目标物 然后但是它在向右走 那你就需要考虑到这个夹角 那这个才是你在雷达里面所侦测到的这个dopper frequency 好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样概念的话 像继续飞机 可以继续往右边飞 你就会看到说 如果飞到雷达的正前方 那个4 side 这个四轴的正前方的时候 它这个side就是等于2分之拍 那当side的2分之拍的时候 cosi2分之拍它是等于0 所以就变成说 在你雷达的正前方的时候 因为它现在在你的雷达 在你雷达正前方一直朝右边飞 然后刚好飞到你的正前方的时候 它的这个fd就等于0 就刚好没有任何的进行速度 那它当它在继续飞的时候 骑效速度这个又跑出来了 因为它当它飞到右边的时候 此时的这个side大于2分之拍 那你带路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它现在是在 你看左边是在 左边相对于雷达 它是在靠近 因为它的9 of Sun是在这个方向 那右边这台飞 飞到右边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已经相对于这个雷达 它是在远直的 所以当你side大于2分之拍的时候 你这个fd的这个副号系就跑出来了 那所以左边相对于雷达是moving target 在靠近雷达 右边是在远直的雷达 那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 当你飞过雷达正前方的时候 垂直飞过 跟你的雷达四种是垂直的时候 这个时候fd的这个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有时候是 雷达蛮难侦测的时候 就是说它就是 刚好飞到你正前方 其实反而那个相对运动 跑不出来 那有时候在这个位置上面 它侦测的难度就是因为它fd的0 fd的0有时候你会以为它只是一个固定不动的 比如说moving在你的雷达正前方 或者是一个固定不动的 比如说地表的杂波 ground card 因为你雷达这样子 电子波照出去的地表 always在你前面不会动 其实会动是因为你的雷达无测误差 不是因为地板在动 不是因为你雷达前的地板在动 是因为你每次少聊到那个地板 所以你反射外回 我会给你一个 可能一个无测误差 或者说大家在 三个学习动学道 像同时随动路之类的 只是你取样没有取到 刚好exactly是0点的位置 那一般而言就是说你 你今天在雷达正前方的这个target 其实是不容易被侦测到的 原因是因为它很有可能 跟你的ground card 没有速度的含量 它的这个回波 绑在一起 又或者说你以为它根本就是 一个不动的target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 这边我们再多讲个点 因为正确是应该没有机会 讲到那个target checking相关的事情 如果没有机会讲target checking的事情 我们这边再讲个基本概念 像这个图你看 左边没到右边 假设三台 就是它是同样的飞机 但是它因为它移动 它分别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点 好那你看 如果你单独来看 假设我刚刚讲的 上面是成立的 就是我在雷达的四种正前方 它的移动的方向 刚好跟我四种是垂直的 假设我这边这个目标 我根本就正正不到 原因是因为它没有速度分量 它刚好让我以为它只是地板的杂波 我看不到它 假设我这个看不到 好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 假设我刚刚看不到的话 那我要怎么救回来 那如果说假设我今天的场景是 它是一直朝右边飞 这是三个时间点 一二三的话 好那我今天轻易讲一个 assumption 如果我今天只要说我今天三点里面有 就是我在三个侦测里面 我只要有两点侦测到 我就把它配对成功连线 那如果我今天有这个条件 是不是我现在刚刚讲这个 scenario 是有机会看到的 原因是因为我如果这个看不到 没关系 我这个看不到没关系 但是我左边这个看得到 右边这个看不到 因为左边这个跟 左边的绿色跟橘色的这个时间点的飞机呢 它只有一个像中运动在的 我可以知道说它在移动 所以其实你如果在做 target tracking相关的这些配对的话 如果刚好以这个简单的例子为例 如果我现在有个配对条件是说 三个侦测点里面只要有两个点侦测到 那我就视为它可以被成功配对连线 那如果我有这样子的假设的话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说 这边有侦测到一个点 这边有侦测到一个点 那这边虽然我没侦测到 但是因为三点里面有两点侦测到 ok 所以那我就把它连线下来 所以你在雷达的这个 最后显示的那个GUI界面上面 那个如果 比如说你看电影 看那个 看电影不是有那个圆盘那个 就是 它不是给我点点点 那假如这个点 左边这个点就是对应到这个点 那最右边这个点就是对应到这个点 那这两点 然后虽然说中间这个没有侦测到 但是呢 因为三点里面有两点侦测到 ok 那我就把它配对 我说哦 那你连起来 它就连起来 那一直就继续向下连 那 所以这边 因为这个学期没机会讲到 所以就先刚好以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做雷达侦测的时候 你看你是左边 假设你现在掌描到左边侦测到一个点 掌描到同间 你没侦测到点 掌描到右边 你侦测到点 那既然你不太会希望说你在你的雷达的 比如说你在电影上看到这个这种 不会的GUI界面 你不会希望说这边只看到一个点 这边只看到一个点 我们会希望说 你这边看到一个点 这边看到一个点 你要有一个配对的条件 告诉使用者说 它是不是会这样子被配对起来 连成线 然后朝着这个方向移动 例如就是这样子 因为假设你这是军方的雷达式 当然现在应该就是说 在雷达演算法科技上 不知道可以自动辨识 那个是不是一个moving target 那假定我们回到比较早期 比较早期你今天有一个 阿兵哥有一个雷达式 他专门就坐在雷达前面 就顶着看有没有这个危险性的 危险性的目标物朝我靠近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 你有这个配对的机制的话 你就可以一点在这边 一点在这边 然后虽然中间那个没有看到 没关系 但是它连线连起来 那它就一直继续连下去 那透过在GUI上视觉的连线 你就可以去看到说 它是一个可以点跟点连成线的轨迹 是朝着你移动 或者是远离你 或者是往哪里飞 那如果你是雷达式的话 你就可以 如果有这个连线的机制 就可以帮助你移动 那当然就是说 更早期的雷达 它连这个连线的机制都没有 就是这个target shrug的机制都没有 它可能就真的是 你在这边侦测到一个点 这边侦测到一个点 然后这边侦测到一个点 然后你就真的 你要用视觉去看说 这个第一个时间出现 第二个时间出现 第三个时间出现 那我怀疑它第四个时间 也会再继续出现 那更早期在科技 还没人发达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要 很传统的阿兵哥 它是需要去看一个点 一个点 然后看那个点依序出现的时间去判断 那如果你就有考虑target tracking 相关的技术的话 你就可以有这种视料点 它是不是符合你 EVEN的一个条件下面去做配对 那所以以这个例子为例 就是说假设你有一个条件是三点 里面的三个侦测点 你只要有两个 其中两个侦测到 你就把它配对成线的话 就是你就愿意把它点跟点 连成线 又或者是说 你可以容许点跟点之间有一个 有一个侦测点没有侦测到 你仍然愿意把它配对 那你就可以有这个所谓的target tracking 那所以这个学期 应该没机会讲到这个 但是target tracking 其实就是很重要 就在于就是说 你雷达在面对moving target的时候 你能不能把点跟点连成线 那点跟点连成线 如果你是雷达室 那有办法去看说 这个线朝着哪里一直连 那进而去判断的时候 它是不是对你有威胁性 或者说去判断它是远离 或者说你今天 你今天假设你就是 只是单纯要做什么 航管的监控之类 就是你也不在乎 它是远离你还是陪离你 就是要控管相关的航管而已 那也是也需要点跟点连成线 才能帮助你去做判断 那这边大概有一些稍微的补充 那 ok 所以这就是nover frequency 那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今天你的速度 你的飞行物 你的moving target 它会有一个移动的方向 但是你要考虑到的是 就是这个移动方向 是远离雷达的这个bin 它的line of sine 它指示波 因为这个指示波才是 雷达是透过这指示波的这边 才得到所谓的进向速度 所以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它不是exactly 就是像 像就是 它的这个向量 并不是跟line of sine 指示波的方向重叠 不会像刚刚第一页后面这个 这个就是exactly 重叠在一起的 就是比如说雷达的bin在这边 它就真的在这里面 line of sine在这个方向 它就真的在让我们晒这个反方向飞 现在不是那样的单纯 因为实际上 其实会有这个夹角突线 那这个夹角突线 才会最后带入成为你这个 这个fd 才会你估测到的fd 其实是需要考虑到这个 塞这个夹角的存在 好 好 那我们这边做一个 简单的这个数学的复习 那这个数学的复习 其实在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假设 就是说你今天要 要评估这个slow time signal 也就是所谓的跟 独博认维度 跟Varacin的维度 有相关的这件事情上 你在最简化 你要怎么去简化这个数学model 帮助你去做后续的对照 而且大家就是要记得这个 那这个equation 5 这个是 其实在我们上个学习的 这个 Fundamental of Radar Signal Process 那个 lecture 里面 其实有提到 因为这不外乎就是一个 你要考虑的gap 然后考虑一个base 项 那只是说这边 因为我们是考虑说 有double attribute的存在 所以它的base 项 其实是2π fdt 可以这样写 那这边我们先从 我们先从continuous的表示 来带到 screen time的这个表示 那我们先把这页讲完 那一般来讲 我们在讲说 我们现在要去 有一个简单的 对slow time的signal 有个简单的表示 那基本上 我们现在都说 我们是given一个range beam given一个range beam 为什么呢 就是请大家回到这个data cube 这个项目 我们这样说 在slow time的一串signal 其实它是 以这个图为例 它是given 在这一个range beam 就是这一个range beam given在这个range beam 因为它的这个 从这个维度看上去 它是一个range beam given一个range beam 上面 它的这个slow time的signal 的samples 那所以请记得 这边是given一个range beam 那given一个range beam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 slow time的这个symbol上面 那这边的slow time 就是假设 我们现在都考虑理想 中 time就好了 所以也不考虑杂讯 你接收到的 假设你已经把那个讯号 从carrier把它载到 电极平的话 那你的slow time的这个 讯号 它其实是有IQ两路 是复数的讯号 那它的continuous time的表示 你就可以写的是 以规于我们这个式子 那它是一个有限长度的 那原因是因为像 刚刚大器的 刚刚那个datacuber 你会构成一个datacuber 它整个所调的时间是CTI 这个基本单位叫做CTI 就构成一个datacuber 那所以呢 你的第五式这个式子呢 如果我们收到的 是yt 那它就是一个 有一个证捕 证捕可能会随着时间去动 那当然后续我们会 假设它不动 那因为在这边 主要要关切的 主要是这个md的这一项 好 那这个t呢 它是一个有限时间长度 它就是从0到cbi cbi的时间 等等当中 那大家记得 一个cbi它可以拆解为md vri 那这个东西是之前都一直有过的事情 如果大家 如果你真的记不得 请你一定要 回去复习一下 因为你雷达课里面 有一个雷达的专用助理 就是cbi pri的这几个词 这几个词 希望至少 你上了这个课 可以知道雷达有这几个很 很fundamental很基本的 这个专用名字 和时间的间隔的概念 就是这个cbi跟pri 好 这一个cbi里面会有m个pri 好 那这个是equation by 那关键是我们要看 就是由fd 就是don't close frequency 所造成的费指向的偏差 那刚刚是continuous time的表示 那接下来 当然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 我们希望都要把它 让它可以去写成 discrete time的信用的表示 因为这才是实际上 我们在电脑数位世界里面 可以做的事情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 在slope time上面 大家记得 slope time上面的取样 是以每间隔pri 去做取样 所以这边p是等于消写m 我这边刻意不用消写n 消写n 我把它留给nts 就是大家比较习惯的nts 就是在一般ts 就是adc的取样 间隔的ts 但是我一般是留给testtime 那这边呢 这个是slope 它是每个pri 最多取样 那所以呢 有了这样的取样的概念之后 我们就被写出这个 6a的这个式子 我这边就用通括号 里面是n 那然后呢 这个t就变成n n乘上ttri 就变这里 然后大家记得 pri的导数是什么 是prf 这个也是在之前都有提过 希望大家都要记得这件事情 就是pri的导数 它是prf 好 那所以你看 你现在 你以pri作为你的取样间隔 那它的取样频率 其实就是prf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pri tprf 把它变成prf 那我们用下标pr 来做表示 来做表示 所以从6a 就变到6b的这个式子 那这边你会看到说 有fd 是你原本真的在物理一上面 你的这个domper的讯程 那它会normalize to什么 它会normalize to 你这个 你在slow time上面的取样频率 那这slow time上面的取样频率 就是prf 它是pri的导数 所以我这边会用小写的fd 来代表是你的domper的nobalize to 这个prf 那就是变成是 小写fd 来做的表示 好 那所以在 接下来的图里面里面 你会看到说 如果我用小写fd的话 写起来比较简洁 那但是它是 原本有一个物理意义 它是你原本的domper的nobalize to 你的slow time上面的取样频率 就是fd 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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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边做一个小统结 就是说 你今天呢 你今天呢 你今天要去在雷达系统里面 你要去major 这个domperalize to 那这domperalize to 怎么来呢 它是由你的雷达跟ARMEN 之间的相对运动所造成的 那在雷达系统里面呢 你要去major这个domperalize to 它会使用好几个pulse 因为大家记得在这个试词里面 我们不是有m个pulse吗 m个pulse m个pria就代表说 我总共有传了m个pulse causmere都传了m个pulse 所以你会看到说 在雷达系统里面 你要去量测这个domperalize 你会透过 在given一个CPI的时间里面 你会传送好几个pulse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去看到 藉由去观察说 它的这个domperalize relationship 从pulse到pulse时间的这个pulse 就是这个domperalize的关系 你会藉由这样子的概念 去抓出那个domperalize的是多少 那当然这个关系里面 你要在这样的假定的情况下 你就必须要假定说 这个关系它在这整个 整个CPI的时间里面 它是一个deterministic的关系 那以6-7来表示就是了 就是说你FD 你这个FD 在这个CPI里面 你是假定它不动 不会变 那 你差别就只是在于 它这个base相关沉上于 在每一个pria的时间点的index 就是小写M 所以这个指的就是说 你从6-7你会看出来 就是说 它是在这个CPI的时间 一段时间里面 它的这个base的关系 是一个你决定好的base的关系 从每一个pause 变换到每一个pause 那每一个pause 变换到每一个pause 就是从M等于0 比如说变得到M等于1 然后到M等于2的时候 OK 那所以就是说 大家记得就是说 这个式子 这一页头是一个最简化的式子 它model了就是你的MD 它在你所收到的讯号 它base相的一个变化 那当然这个像是一个很简单的式子 那但是简单式子也很有原因 是因为你在推导一些 像是比如说Stradle Loss 然后像是Stradle Loss 或者说它理论上 它的这个ideal里的这个 doll first name 长什么样子 你其实就是可以通过 从这一页头 从第五试到第六试 的这三个指式子 你可以去做一些推导 那这些推导 其实如果大家复习到上个学期的 这个Necture 2 里面针对于这样子 base变化的推导 它的评补性 它就大家可能 不知道大家记得 它会变成一个 也是一个async的spectrum 那它指的就是说 你现在对于这个 简单的这个式子 它转到评补上面 这种它虽然是简单 但是它其实也是ideal 你理想中就是 你只会希望说 你在Slow在上面 它就只有一个 因为的移动速度 所造成的一个 Deterministic的关系 的face的变化 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词词 那希望大家就是制造 然后如果说 你对array process 有一些概念 其实不外乎 不外乎array array process 或spatial domain 不外乎都是在变化 这个配置项里面的内容 而已 都可以做过自己的推导 那希望大家就是对 可能有些人背景 不是一般 可能变化图里 终于组合的问题 没关系 至少你知道说 有一个要model 出这个 由duble 2 所造成的face 像的变化 的一个最简单的式子 你可以从第五式 这样来做model 那唯一要注意 很不同的是说 在雷达里面 它有一个slow time的概念 它跟一般我们 习惯的这个 跟着取样时间 sample interval 的概念比较不一样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PRI PRI过程的 你的slow time 跟维度 一个CPI里面包含F的PRI 所以在现在雷达这边里面 我的取样间隔 取样间隔 是第一个论并上面 它slow time的signal 的sample 这个取样间隔 是PRI 至少是一个PRI 那所以呢 这边才会 PRI 它一定比一个 单纯的sampling interval 还长 所以它就是一个 我们才会说它slow time 所以这边只是一个 雷达的 在slow time signal上面的 基础的表示 简单的表示 希望大家记得这件事情 那以最后的结论 比如说在雷达 我们要量测 slow time 的时候 我们会在一个CPI里面 因为它里面就包含 它意味着说 其实你打了好几个POPs 那你也收了好几段下来 那这些 这些你所收下来的 这好几段里面 它有一个intermission interface 这个东西最简单 就是六席这个式子 这个表示 然后你有了六席这个式子 你就可以去估出说 那你的消息FD是多少 那你估出说 你的消息FD是多少之后呢 因为你也知道你系统规格FDR是多少 你就可以反对我回去是这个FD是多少 那大写FD是多少 你也知道大写FD等于2B 2B主让牌 所以你就可以反对出这个 这个radio velocity 这个小写B它是多少 那这边就是这个 雷达的slow time signal的 那个一个基本的表示 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边 然后请那个 那个 待会两组同学 来跟我确定一下 就是说你的 你要用我的电脑 才用你的电脑 那看确定的部分片 那待会可能 请 请助教带 也记得要 把大家的评分表 贴到我们的line 或者是webEx上面 方便大家评分 那我们今天 不是今天 这堂课就先到这边 让我们休息十分钟 再换梁鼠同学的报告 好 谢谢